同学们好,我是麦克曲 今天聊一下正面公差表达距离图纸 为什么导致指存电计算结果没有意义 两个零件图孔到底面 轴到底面的距离都是正面公差 装配完领后要求计算 两个底面之间最小缝隙必须大于0 实际结果,两个正面公差加一个装备偏移 填表得到0.3,好像满足要求 实际测量,这个轴线出现倾斜 到底面的距离依然符合图纸要求 车间装配却出现了干涉 显然实际装配结果和设计 尺寸电计算结果不一致 原因依然在于 政府公差无法明确到底哪一个是测量基准 改图,把孔作为基准A 底面标轮廓度 这时候呢,测量基准,设计基准和装配基准 才完全统一 尺寸电计算结果才有意义 好,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参加我们尺寸电在线公开课 我们下一次再聊 有些扇密研究